基本上整个人类的基因图谱 在这部机内二十几个小时 就帮你找完了 数债 港大医学院近月引入了这部机器 可以快速找到病人有问题的基因 确诊罕见病 这对姓李的兄妹先后发病 双脚无力容易跌倒 哥哥二十年来 在公立医院兜兜转转 一直都找不到什么病 直到妹妹发病 找林教授帮忙 终于确诊 幻想了一种叫做 遗传性静联性折探5A型的罕见病 如果知道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香港政府当然需要做多一点 我觉得医生可能想到很多事情 觉得可以尝试 问题是背后有没有这个体制 去支援这个 罕见病又名孤儿病 是患病率偏低疾病的总称 目前全球已知的罕见病 有七千多种 其实每十五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是罕见病的患者 其实有人想获得医治 那问题是政策上 是不是有没有一些政策是比较做得容易一些 好像其他的病 比如高额压 心脏病 癌症 是有一个比较系统一些 或者完整一些的计划 可以令病人不要那么旁旺 上届政府也很大刀斧斧 就说新生因而筛选 那就去吧 去吧 去得很快 今时今日 星期六日 即出生的小朋友 不好意思 他等到星期一才做的 那个分析 其实星期六日 这些病可以24小时 第二天已经发病可以死亡 我自己都做了25年罕有病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发性质的 我们发觉这25年里面 由下而上的政策 就是说 由前线想想如何去确诊这个罕有病 跟着然后药物 其实就不是很有效率的 因为权不在理 譬如说很简单说一句 钱从何来呢 但如果由上而下的话 那就容易一些了 我觉得立法就是最终极的方法 去保障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